霹雳怡保一家工厂的人事部前执行员 一位涉嫌伪造发新文件 欺骗公司7万令吉被控14项控状 31岁的被告希蒂艾莎扶手认罪 被判处坐牢两个月 罚款近8万令吉 控状指出希蒂艾莎涉嫌在2018年6月至2019年的3月期间 伪造发新文件 以领取有关工厂的月薪 并存入自己丈夫 还有已经辞职员工的银行户头 欺照公司70177令吉时先 触犯2009年反贪汇法令第24条文 并在刑事法典第34条文下同读 被告承认其中5条控罪 法官判处每项认罪坐牢两个月 刑期同期执行 同时罚款79900令吉75先 如果被告无法缴付罚款 则以15个月间进取而代之 至于其他9项控状 则在刑事法典第171支A条文下被撤毁